慢活 乐活 享受生活 爱生活 iFM爱生活 欢迎大家守着我们今天的养生单元 今天明明是邀请到 Simon黄思沁营养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Simon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那我相信对于健康非常关注的朋友 常常烹煮的朋友 一定会关心这个话题 就是油 所以今天我们先来认定 什么是好油 什么是坏油 好的 可以 好了 我们讲每次在讲谈油 很多人说谈油色变 那到底就很多人其实问我 就像比如我在帮很多受生者 我在指导受生者的时候 当然就觉得不要吃油 可是我的坚持 就是我在引导所有受生者的均衡饮食的部分 我的油脂还是会油的 为什么我坚持还是不能够让油脂脱离 那before我在进入 就是说我们到底好油与坏油之前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到底油对我们身体是怎么样 我先说第一点 第一点 我们身体是不是被很多的细胞所组成 那细胞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什么 就是细胞膜把我们的细胞包起来 所以我们来上一点点的生理课程 这个生理课程上了一下 你就会 我觉得会比较 比较怎么说 你在听后面的时候 你比较听得会有一些理论架构 而不是茫茫然 到底哪一个油好哪一个油好 那我要吃油 最后你觉得你听我 可能你听我讲的 那我们干脆不要吃油 我觉得 Simon老师要教大家这个基本概念非常正确 因为如果你只是记得 哪一个油可以吃 哪一个油不可以吃 那往往有一些新的结论 被出来推翻旧的结论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研究显示 你就觉得很茫然了 那我应该信还是不该信 可是如果基本原则你掌握好 其实后来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同的新闻 有关油脂的新闻出来 你都很容易判断 这个报道应该是应该要怀疑的 不正确的 不可以尽信的 对对对 等到我们常 我就说常喜欢上米明的节目 就是我有机会稍微 不是要教课啦 就是让大家追根究底 由理论开始多了解一点点 这个是必要的 必要 那我们讲在油脂的部分 其实我们讲说 在身体里面我们扮演什么角色 就是第一个我们讲 我们身体是由无数无数的细胞做组成 那细胞有一个部分叫做 把细胞包着的叫细胞膜 其实这个细胞膜的很大的架构 其实就是由油脂来 它的组成分是油脂 那细胞膜它扮演的就是什么 把一个细胞包着 就是营养分要进入细胞里面 跟营养毒素要从细胞里面分出去 这个油脂在细胞膜里面就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说我们讲说 当我们的细胞健不健康 当你说到底什么叫细胞健不健康 当你一个细胞不健康 叫做矮细胞咯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我们有矮细胞 那我们就希望把细胞养好 那细胞养好的话就是 要让它细胞每一个架构 细胞膜啊 里面的细胞核啊 细胞质 都处于一个最好的代谢状况 所以呢我讲说油脂 它其实就是作为一个细胞膜很重要的一个架构 然后呢 所以我们讲有一句话说 当你的细胞健康 你身体的器官组织都健康 你的器官组织都健康 那你的身心都健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最重要的很多妈妈开始要听了 我们的大脑啊 大脑除了水分之外 其他的60%的重量都来自脂肪 而且这个脂肪它就是我们叫做大脑皮质 它是掌控我们的理解能力 掌控我们的记忆力 所以我们常说 可能你说我们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妈妈常喜欢你们买含有DHA的奶粉 含有DHA的什么 还有Omega 3的脂肪酸给小朋友 还有包括我们怀孕的孕妇去吃 最主要就是说 能够在大脑的发育过程 这些营养素是能够很充足的 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讲的就是他大脑 第三皮肤膜 皮脂线 像我昨天我有听iPhone节目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皮肤不要干啊 还是怎么样 我们除了要好好地照顾我们的保养的外层之外 所以摄取好油重要吗 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是第三个点 就是照顾你皮肤 然后到第四点 我们所谓的 比如说 我常常很多人会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偶尔要摄取一些 不是偶尔 就是都要有摄取油脂 我们有维他命 有水溶性维他命 也有脂溶性维他命 那脂溶性维他命 是由谁来运输 由谁来输送呢 其实就是由油脂来输送啊 所以他在身体里面 扮演的运输的角色也是很重要 那刚才我所说讲了 从我们的细胞 到我们的大脑 到我们的皮脂 对油脂都很重要 可是我们今天要进入主题的 就是说 既然油脂这么好 那我们一定要挑好油 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东西 那可能就 哎呀 孙老师 我们要直接进入 到底什么叫做好的油 什么叫做不好的油 选到好油呢 其实我们有个得力助手 可是如果我们选到一个坏油 这个不叫得力助手了 他可能就是一直在抽我们后腿啊 让我们就是一败涂地 所以选择好油非常重要 因为你这个比喻非常好 如果你今天一直在吃坏油 他真的是给你搞了很多健康的问题 但还不止健康的问题 还撑你后腿 然后我们讲说来上课 那当然如果有在Facebook Live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看我的大字报 那比如说我们讲说 怎么样才是要做好油 第一个 当然我们讲说 越接近大自然 吃最原始原料 当然你说 那老师到了现在 哪一些油不是由原始原料而来的吗 当然我们说 天然的坚果提炼的油 还有什么果 当然我以后 我下个星期也有很多例子 还有什么果 什么果可以提炼什么油